西安的节奏果然跟别的城市有点不一样 疯了 我感觉这边这个地方大汤不夜长 不仅仅是国家级别的 它已经是世界级别的 肉要瘦 肉要宽 肉要大 你早上吃一个汤这个差不多8块 马上吃一个泡馍20块 一天我花差不多30块 在西安可以吃的香香的 而且吃饱 世界这么凌乱 然后你在这边会觉得又安全又和平 哈喽 还来一个新的视频 今天我们到了一个美食制度 也就是说西安 我想到中国的美食 我会想到哪一些制度呢 我会想到成都 重庆 广东的顺德 还有西安 我特别期待 我们从珠海出发到机场 然后飞1700多公里 到西北的美食制度西安 我这一次来回的机票 才花了1000多块钱 我觉得挺实惠的 而且我在珠海都已经住4年 这4年我7年看到它发展的速度 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我以前到机场休 50分钟左右 后来前两年开了一个红河大桥 减少了行程到40分钟左右 前几周又开了一个新的金海大桥 现在30分钟左右 最近可以到达机场 这个就是中国速度 但是无论如何 我现在拿我的小绿登上飞机 然后我们飞西安 呃 这边也顺便说一下 南航最近的价格都还不错 嘿嘿嘿 我们终于到西安我们的酒店 我订的是一个万号JW酒店 一个晚上648 我觉得价格是偏中等高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一线城市 就是拿到600块钱一个晚上 这样一个酒店 酒店算是还不错 床特别大 浴室和浴缸很漂亮 都是很新的 你们看下这个浴室多大 哦 好舒服 我们看一下这个干不干净呢 干净 确实干净 那我们先睡觉吧 但是我跟你们说我也不是空手而来啊 我这边已经给我们准备了 我们这边该吃什么东西啊 来 我们看一下我做的攻略 这是我猫咪 如果某一方面说的不太对的话 你们也可以补充了啊 第一来西安有很多主食 比如说面我们一定要吃 就有扫子面 有一个叫白糖面 还有乳肉面 菠菜面 油泼面 碰碰面 我们上次在柏林吃的碰碰面 还有对不起我不能写啊 沾水面 这个是面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西安在中国 不仅仅是一个美食制度 也是一个面食制度 我们继续看哦 第二个是凉皮 凉皮 有米皮 sorry我也不会写啊 擀面皮 凉皮 和凉粉 都得吃 磨的话 磨当然有肉加磨 然后还有羊牛肉泡馍 还有小炒泡馍 葡萄片加磨 还有菜加磨 oh my god 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该尝试什么呢 是羊牛肉泡馍 如果你们是外地人 然后你们去吃 你们要跟老板一定要说 肉瘦 探宽和油大 如果你们这样说的话 不会认为你们是外地人 他看我的话 会不会觉得我是当地人 真的所有西安人都会吃那个羊肉泡馍吗 当然羊肉比牛肉的价格贵一点 但是我们一般都吃的是牛肉 你是西安的吗 我是半个西安人了 那小的时候是这个价格是多少 小的时候五块 八块 十二 一直慢慢长 你们有没有什么当地的方言 就是说好吃 特别好吃 paste the hand paste the hand ok那我们现在到了西安这边的羊 牛肉泡馍店 我说实话这个位置就已经挺好的 因为师傅就刚才跟我们说 就不要到市中心的一些店 然后他们特别贵 这种店不要去 因为给游客吃的 我不知道好吃是不是对 你们弹幕里面可以告诉我们 来 我以前对泡馍的吃法完全没有概念 我进去的时候才发现 你可以选择羊 也可以选择牛肉 也可以选择带汤的原汁原味的 也可以选择酸辣小炒的 两个都特别香 要不然我们直接去体验一下 Let's get it 这个自己要摆 是吧 摆成那样小块 嗯嗯 然后听说要说肉要瘦 汤要宽 油要大 给我吃两个饼 我好像就在西安里面就是要说 磨 我听说这个叫泡磨 是因为这个磨现在要摆碎 然后放到里面 如果你是本地人 然后你摆碎摆得特别特别小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本地人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只有当地人能摆得特别小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就是把磨从中间摆开 从中间摆开 再摆开 再摆开中间 我跟你们说我到最后越摆越大 因为我累 我想吃饭了 满分是10分 如果是你们的话给我打多少分 这个摆的 有趣的是你先摆你的磨 摆碗了之后 你把你的碗端过去 然后给厨师 然后他给你做饭 我摆的这样 他们摆的这样 多煮一会儿 多煮一会儿 and there we go 我们的牛肉泡馍 我们的羊肉小炒泡馍 凉拌菜和糖蒜 全都倒了 体验一下 这样的文化就是非常的不错 因为里面的那个饼 也就是说那个磨 如果自己摆碎的话 是真的不容易 另外一个是 这个叫糖蒜 有点像盐制锅的 甜甜的蒜 所以叫糖蒜 你们看一下 一大块牛肉 这个已经变得太好吃 我的天啊 这个糖蒜 最近非常非常好吃 你自己摆碎的那个磨 粉丝 有点没有味道的那个饼 或者那个磨 突然就变成一个口感 特别独特的一个东西 特别特别香 而且它现在已经吸收了 整个汤 Oh my god 这个磨现在口感有一点像 你和那种珍珠奶茶里面的那个珍珠 刚好就是还是有韧性 但是还没有完全就是被烂掉的那种 特别特别好 因为我感觉如果它已经被烂掉的话 它那个口感没那么好 感觉 有点像口香糖 但是还没有完全被烂掉的那种 糖蒜 牛肉 加一点辣椒 这个我们广东的美食 天然之别 两个都特别特别香 但是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突然想到广东的那种美食 长粉 然后突然想到西安的美食 我们还是在一个国家 我们还是在中国 所以真的中国的美食非常非常的丰富 原汁原味的泡沫 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们的话 然后你吃那种牛肉泡沫 你们还会加什么呢 会不会加醋 酱油 还是什么辣椒 或者油泡辣子 我感觉你在西北 不管你吃什么 你不加蒜 油泡辣子感觉有点少了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很新鲜的凉拌菜 就我们德国人就是很喜欢吃白萝卜 然后这边就是突然在西安 还要找到白萝卜 我心里一个最爱 糖蒜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如果你拿那种新鲜的蒜 它有时候会特别辣 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它辣 但是如果你吃那个糖蒜的话 你有蒜的味道 但同时它又甜又没那么辣 所以就非常非常好入口 我们这边 as you can see 还要点一个小炒泡沫 这个是羊肉的 所以如果你想原汁原味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 如果你想比较重口味的 尝试一下那个酸辣酸辣的 因为它的味道 这边已经闻得到又辣又酸 这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汤汁 你们看得出来吗 我的处女座 有点选择困难症 如果你现在问我 原汁原味的还是这个更好吃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吃三口这个 我已经拉着差不多 这个是羊肉 就是我认为 西北这边的羊肉是格外的好吃 它的纹路就是跟牛肉就已经不一样 没有那种善味在里面 特别特别香 Oh my god 我很好奇 如果你们是西北人 在西北长大了 然后你突然间因为工作 或者上大学的原因 突然到南方 你们能吃得慣那边的羊肉吗 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吃了四个蒜 如果你在德国吃一二三四 四个蒜的话 我父母基本上就不让我进去屋子 太臭了 不管是小炒 还是原汁原味的 里面都有豆干 豆干加分 只吃不说 因为我看了很多评论也说 宇翔你为什么吃 一直都这么啰嗦 因为我开心跟你们分享 你们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 这个会让我想起来什么呢 新疆炒米粉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就是你自己把那个饼摆碎 有点像 新疆 不辣 有点晕 我可能还是选择那个原汁原味的 满分十分的话 两个小炒原汁原味的 都是十分 然后你们记得 特征一定要跟老板说 老板说肉 汤宽 后面那个我又忘了 油蛋 养肉泡馍 我们吃完了 不知道是因为西安这边的口音的原因 他们说话就是让我觉得 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礼貌 想掉的东西 用的词 我觉得超级超级礼貌 另外一个那个小炒 对我而言有点辣 我刚才吃的时候 我现在在肚子里面 还感觉到它特的特的辣 但是很好吃 我们总共两个泡膜 加上去那个两菜 花了七十块钱 所以出租吃四季 真的没有骗我们 有时候真的有听当地人 他们去哪些店 才是忙到 我们会久间休息一下 吃太饱了 我跟你们讲 我吃完了之后是下午三点 我到第二天早上 八点没有再一次吃过饭 有点泡膜 在肚子里面还是会张开 又香 又包袱看 特别特别强 但是这个晚上 我还是去了西安的大唐胡椰城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跟我在春晚那个晚上 看到的地方一模一样 特别特别期待 有时候梦想实现得太快了 我就刚好春晚的那一个晚上 就在想 哇 西安的那个场 特别漂亮 我现在就在这 看到这个场太美了 春晚的时候就在这录的 如果你现在在德国晚上十点 就算你在汉堡或者柏林 已经不热闹了 但是这边在西安 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一个一线城市 就如果你是第一天来中国的话 你看到这个 你肯定会每次都会 怎么回事 演唱会吗 谁谁谁的表演啊 哪个一起过来的 没没没 普通的一个周二 热闹到爆 而且很漂亮 这灯光 其实让我最紧张的是 这些地方全都是免费的 你不一定在别的国家 可以免费的逛街 看到这么漂亮的地方 太美了 太美了 而且我发现了 这边还有一个喷犬 你喊得越大声 它会喷得越高 这个对我而言 有点体现出来 中国的团结 陌生人 会在这个喷犬 一起为一个目标 奋斗 非常非常的悍难 另外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地方 汉府是这么普遍的 基本上每一个两个情侣都在穿汉府 哇塞 再说一下我普通的丑哈 买下 别回去睡觉 你这边还有演唱会 哇 各种各样的表演 各种各样的演唱会 西安的节奏 果然跟别的城市有点不一样 疯了 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很开心 我本来今晚不想来大唐 补业城 我听到这名字 我就觉得游客经常回去的地方都一样 这边完全不一样 这个地方在西安 又大又漂亮 又很震撼 世界这么凌乱 然后你在这边 会觉得又安全 又和平 看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晚上洗衣点 喝我的咖啡 一直浓缩 然后明早 我们吃个很好吃的早餐 那先给你们说 晚安 我错了 我错了 不应该晚上还喝这个 我都没有睡觉 晚上洗衣点 喝我的咖啡 一直浓缩 现在是早上九点多 我们在西安 西安的早餐 要吃什么呢 所有司机都跟我说 胡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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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小区周边 全都是开胡辣汤的 而且我们这一家 就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全的那一家 那个招牌 那个标词 最近觉得很有趣 但是我肚子里面 还要昨天的羊肉泡沫 我发现胡辣汤 在西安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早餐 而且非常适合在冬天去吃 因为它会把你从里面 揽和起来 里面有肉丸 有泡辣子 而且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饼 那我们的肉丸胡辣汤传都到了 然后跟你们讲 这个在西安 是一个小碗 就是老板问我们 就是有个小碗还大碗 我说小碗 还好我说了 我说实话 这个胡辣汤小碗 两个人都可以吃 那我觉得特别期待的是 你们看一下 它里面还是会放很多油泡辣子 你们记得我们昨天吃的那个泡沫 也可以加了油泡辣子 这边也有 里面有肉丸 西胡萝 四季豆 还有各种各样的素材 而且当然 你在这边的话 就是离不开这个馍 但是跟昨天的那个饼不一样 因为它是热的 而且它没那么硬 就是软软的 热热的嫩嫩的 味道还是一样 没味道 这个好像气暗的 就是你就是把这个饼 一直都摆进去 跟你的美食和和在一起 我们摆一点吧 我选到了 你看大家 你们懂它 其实我觉得 我说实话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如果我们在德国有个汤的话 我们也会拿面包 然后把它摆进去 应该好吃 然后说实话 如果我看这个汤的话 你们发现没有 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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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浓稠 除了它那么浓稠之外 其他的好像就是我妈妈家的做法 非常非常香 除了我没有油泡辣椒 我为什么今天在日本说话这么小声 也是早上 然后这边的居民 我不想打扰到他们 Oh my god 西胡萝卜 白点面包 或者饼 油泡辣椒 然后汤 我为什么吹你的话 我吹错了 确实有点像我们德国的 说实话 Oh my god 感觉因为西安天气的原因 就是冬天特别冷 然后你早上吃这个 你立马就是会暖和起来 这是第一 第二 你看到这个吗 它为什么那么浓稠 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热量 所以你早上吃 你有一点的力气去干活 它很润 就是因为它这么浓稠 整个口感是滑溜溜的 特别特别的润 在你嘴巴里面 加上去 你加西北的油泡辣椒 所有的东西都会好吃 肉碗跟饼 有一点黑胡椒的那个味道 加上去油泡辣椒 但如果你问我腻的话 一点都不腻 真的好吃 我可能如果是在家里 自己做的话 会加更多的肉碗 哎 肉碗特别特别香 但这边也加了很多 你们看 一个肉碗 两个肉碗 三个肉碗 然后我刚才已经吃了两个肉碗 大概五到六个 只要是那个西葫芦 它会吸收很多很多味道 而且它里面就是 也会保存很多水 如果你在德国的话 然后你卖这个汤 很多人都会买 它这边是一个 大中口味的一个汤 如果在德国的话 你会发现那边 就是那种小次生活的 爬完山之后 在那个山顶上 一个小屋子里面 喝喝这种汤 我看了很多 还有土豆 今天第二天在西安 吃了两次 我发现不管你吃什么 都是偏中口味 都是偏高热量的 其实我一天吃一会儿 两顿饭 已经差不多了 是真的 你早上吃一个汤 这个差不多八块 晚上吃一个泡馍 二十块 一天我花差不多三十块 在西安 可以吃的香香的 而且吃饱 别忘了 西安 一千多万人口 是一个一线城市 OK 我们就第一天拍完了 然后说实话 我们吃了一个小炒泡馍 羊和牛肉的 到最终 我们还要看了一个 大唐不叶城 看了这个 我这里近带了一个 普通的周二 我们过去了 然后那边就是人山人海 各种各样的表演 各种各样的历史悠久的建筑 到最终 入享随俗 要体验一下 这边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早餐 吃了一个胡辣汤 我很好奇 如果你们吃胡辣汤 你们是属于那种 加一点点的油泡辣子 还是加一大盆油泡辣子 我是属于后者的 中口味的 我慢慢地得到 为什么西安是一个美食制度 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 这些美食 都到现在还存在 一 肯定有功效 二 大家都能接受 三 它的价格 不会贵到那去 所以是大众的 我吃饱了 我吃得很便宜 我吃得很开心 我吃得很香 如果你们很喜欢 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评论 收藏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先要休息一下 我又吃饱了 下一期我们在西安 体验一下夜生活 我们会去中和谷楼 见证一下600多年历史的建筑 然后去西安体育学院 看一下体育生吃什么夜宵 我们会吃西安晚上 最热门的川川香夹馍 一个特别像的肉夹馍 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会吃羊腰子 和西安特色的菠菜面 那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